这一幕让同车乘客看到全傻了眼 没看错一辆行驶中的国道客运 司机手上握的不是方向盘 而是一颗柚子 眼睛盯着的更不是前方 也是他手中的柚子 接下来就上演了一段 令整车乘客看了都惊心动魄的 国道开车拨右秀 根据窗外景色判断 车子当时行驶是在隧道内 车窗外还有小客车 应该是最专注的时候 老兄他竟是有条不问 拨起右皮来 拨完还能把果肉给分开放好两侧 整个过程长达近两分钟 事情发生在这个月的25号 一辆从新店开往罗东的国道客运上 而根据目击民众拍下的照片 这位驾驶大哥 先前还在市区道路上先磕了面包 然而夸张的还不止他 同样也是在国道客运 这回是在27号从台北往云林的路上 乘客就直急驾驶边开车边看手机 乘客爆料司机看的是LINE 而且还能一边回讯息 整趟车程不止一次 整车乘客心惊胆跳 阿罗哈客运驾驶 分心捡个东西就酿成了六死悲剧 两位多工的司机也在影片曝光后 各自遭受到停驶和计大过处分 借台北众货报道